好我们谢谢吴教授的分析 继续我们带您看到今天的财经100秒 第二大也是河北最大的担保公司 河北龙头传出倒闭危机 牵涉到500亿元人民币的债权 可能逃不回来 连带50家受到影响的金融机构 面临违约的风险 曾经是芬兰引以为傲的 全球手机龙头诺基亚 正在洽谈收购竞争对手 阿尔卡特朗逊 如果交易达成 将会缔造出一家 全新的全球网络设备巨头 统一中控去年获利重衰 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仙表示 中国市场有很严峻的现实 不管是统一不管是产业 现在在市场上看到的产品 还能够留存多久 以及创造多少利润 已经是一个问号 现在是赶快逃命的时候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